关于湖北市场的情况 湖北自古有九省通渠 鱼米之乡的说法 保障市场供应是具有坚实的基础的 比如它的淡水产品占了全国的14.5% 稻谷产量占9.3% 猪肉产量占6.2% 秦淡 蔬菜都在5.5%左右 那么尽管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市场面临一些困难 但是在大家的各方努力之下 湖北市场总体是运行平稳的 商贸流通企业 粮油 肉类 蔬菜的库存不断增加 这个供应能力显著提升